好了,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今天有人想問我 不如你講一下各與各之間 在發生什麼事 你會發覺最近很多事情 同時發生 其實很簡單 簡單來說就是中美的資本博弈 為什麼美股這麼強呢? 除了公司質素OK之外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全球的錢 就湧進去 每個個交通湧進去那邊 但是呢 有機會有逆轉 但是我們看到還是創新高 當然我也是得益者 但是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可能有逆轉 現在是搶到錢就贏的世界 為什麼呢? 那裡面有什麼重點要留意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關於關稅 股票 武器 息口 還有資金 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所以裡面都蠻複雜 不過我很簡單幾分鐘 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想經常收到一些資訊 就短 而是精耀的資訊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不用錢的 如果再詳細一點 就在Patreon裡面 都有一個免費版的 可以訂閱賣 或者我社交回體其實都有的 不過要看一下時間 時間去看 我就要出一些 其實呢 你要留意細心提 美國呢 你不要看得那麼好 就是美國有一些東西 就是 最近有個數字出來 我想是真的很多台都沒有說 就是美國的破產數字 是去回 2020年的高峰 就是 四年前的高峰又來了 很多公司都破產 連鎖店 很多都一起收拾 這個是一個警號來的 美國很少會這樣 連續收拾這麼多間 但是呢 股票是不斷升的 可能你會說 股票和這個實體市場 有少少脫節 是的 還有有少少延期的 有時候你炒了人 就會令你有一時的快感 即是你股價可能還會升 但是長遠來說 你經濟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你要留一點點空間 給自己去想一下 即是不要猜它是還是不是 我呢 就會 照樣買 不過要小心一點 另外呢 你會發覺 四十四年呢 都沒有試過彈道導彈試射 中國是最近才射的 為什麼呢 這樣已經是周制了 應該可以去到很遠 而且飛彈可以中途轉方向 現在已經很厲害 而且他射的那些 有些人就說 他又不知道什麼型號等等 沒有說出來的 但是也不是新型號 是舊的 可能就試射一下給大家看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同一時間 其實幾個國家都試了這些飛彈 原來有幾個國家是不行的 很搞笑的 有幾個國家是射不到的 或者錯過了一些目標等等 即是大家自己去找一下新聞 即是中國是實際是有 一些可以用得的武器 而且呢 都幾厲害的 即是 你想一下 去1980年開始 到現在 都沒有試過射的 為什麼現在才射呢 好有趣的 這樣你想一下 自己 對其他地方是很特殊的 但對中國來說是非常特殊的 因為他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 這麼多年都沒有出過 即是說 他預計有些事情 會發生 他就做一下 預備 現在是持續的核現代化 大家留意 而且技術呢 是拍得住很多地方 或者超越了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拿出來 從來沒有 他已經放了一條很高清的影片 是上網的 好了 那接著呢 又會這麼巧 又會這麼巧 又是剛剛 最近呢 即是中國呢 又反擊歐盟加電動車的關稅 首先他們加了我們關稅 然後呢 我們又反關稅 這個情況呢 就好像當年呢 1930年代呢 也是這樣 即是他有個經濟大衰稅 19二幾年 二三年左右 那美國又是不停加關稅 那最終呢 加完關稅之後呢 美國那個出口呢 是跌了六成 即是他加人關稅 人家都會加回你轉頭的嘛 那你就 好巧的 為何要現在去加呢 就是因為 喂大哥 你的電動車呢 真的可以買得了 又便宜 而且質素又OK的 那他就不行了 那他為了保護自己 歐洲啊 德國啊 意大利啊 那邊都做車的嘛 喂大哥你這樣做 就是我不用吃啦 是吧 你做完出來還便宜啊 我的成本 那我不用玩啦 那他一定呢 是加關稅的 即是現在 在一起呢 是 防止 中國崛起的 很明顯的 這件事 那麼巧呢 就在這些時候呢 全部出了 即是現在我們去到呢 下一個階段 即是我們去到 金融戰的階段 那好吧 即是 而中國呢 又加回 其他地方的關稅 又加回 又有額外的稅啊 等等 即是一個互相 互相鬥玩啊 總之現在有東西在玩 你留意一下 還有一些舉動很有趣的 那麼 歐盟對華的電動車呢 最高36.3% 那麼有連鎖反應的 其實他是 一連串的行動在做的 即是大家要看下這些新聞 將它串在一起 就明白了 即是歐洲那邊 就想動你啦 那 還有日本啦 還有很多美國啦 即是大家在這個時間一起做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就是 他一講三支戰的時候 就一起做的 在這些時間呢 大家要留意啦 即是 還有啦 美國呢 飛龍就業的數字呢 就是 向下修訂了八十萬個 上次講了啦 即是他猜多了啦 那但是剛剛最近呢 又不同了那個聲音 上個星期五呢 他講得很好啊 厲害啊 飛龍就業職位很厲害啊 還有八卦二出來呢 就說 大方降息是穩定就業而已 他現在處於強勁狀態 那接下來呢 就業職期啦 那看一下 究竟是還是不是啦 因為我們不知道嘛 但是很鬼 很吊詭的地方就是 即是 不知道他真是假 所以呢 即是投資都要小心 因為他真的可以做假的 我都說八十萬份股錯 你都說是正常的 那你才寫什麼都行的啦 那所以這件事呢 就提振回他的股市 他就不想未股塌 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他暫時不想未股塌 但是玩了多久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神啦 但是就猜到 他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要出口術 令你不要臨 現在出口術啊 現在 那你 另外呢 以色列那邊呢 又在那裡 那個戰爭是升級啦 那美國一直都打算 供應武器給你啊 供應給烏克蘭啊 那些呢 就不用自己參與嘛 因為他之前都是這樣 他等你們自己打生打死線 令到那個市場呢 氣氛很混亂啊 那你變了呢 就一定要拿回美元啊 因為最穩陣啊 那這條橋可以不可以呢 但是隨著呢 即是中國突然間呢 他出這麼多這個 這個金融的 policy呢 其實很多基金呢 都打算進來的 但是未進來的啊 現在未進去的啊 即是接下來呢 就是欠著錢啊 那日本怎麼做呢 日本原本想著加息 他講了加息的啊 但是由於中國突然間出了這條橋呢 他就立即不加住啊 你是不是很突然啊 這時間是剛剛好啊 他突然間呢 就轉態說不加住 他原本想著加的 於是呢 就保持流動性 他不想日股倒下嘛 但其實你看到日股已經倒下了 即是有些資金是流走著的 日本啊 印度啊 我上次說過日本啊 印度啊 韓國啊 台灣都有的 有些資金呢 是賣的 股票呢 就走了 但去哪裡我不知道啊 但是很有機會 是進了中國 或者計劃進中國 不知道啊 那還有很多專業 就是全球的十大專業基金呢 其實未出動 譬如挪威那些呢 他要看定些 現在他要看什麼呢 我猜一下 就是猜一下 就是猜一下 就是看看誰贏咯 贏的就是賣進去咯 你看一下 巴菲特這麼多錢 會不會來中國呢 不知道啊 啊 瑞德利歐斯都很多錢啊 來不來呢 也不知道啊 都是 但是這些專業基金都未來 那就是他猜著一件事就是 有可能 美國說真的 已經升了這麼多了 兩年升了四成多了 那會不會是配置一些來中國呢 我不敢說 完全不敢說 但問題就是他們未動手 但是現在就是中美之間 很明顯就是 我想 那些錢漏進來 那誰贏了呢 就不用煩了 啊 誰輸了呢 就一定削弱了實力的 不要說什麼 一定削弱了實力 因為美國呢 主要是靠股市的 他股市倒下 那些人沒有積蓄的 啊 股市一倒下 美國就很糟糕了 總之就是這麼簡單 中國樓市跌就很糟糕了 所以中國呢 一定是撐住樓市 因為他趕了 是不讓他跌的 已經趕了 好了 那你就信不信了 即是你現在信不信 政府可以 令樓市止跌回運